歡迎大家來到小興說,我是二汶瑩 以前的大臣如果突然病了要去看醫生 可以去哪裡看呢? 而他們在醫藥方面的洗肺 是不是都是由朝廷去負擔呢? 這層你不用擔心 因為朝廷會負責你的健康護理 以唐朝為例 其實和醫療有關的機構都已經發展得很完善 譬如負責醫藥行政方面的 就由禮部、核客的池部去管理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像今天的衛生署一樣 那我們經常聽到的太醫 又或者是太醫處又負責些什麼呢? 其實太醫處是太常治、核客的機構 它一方面承擔了醫學院的角色 即是要去培訓醫生 另一方面 有一位朝廷裡面的文武百官 提供了醫療的服務 所以各位大人、各位將軍 病了就去太醫處了 而醫藥方面的管理 就由上藥局去負責 那如果你是地方官員 要去看醫生 又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就不用選擇 因為太醫處是會有分店 安排在大家左近 而且每一間分局的診所 都會確保有足夠的專業人士 去組織醫療團隊 為大家提供服務 這一類的診所 除了為大家提供醫療的服務之外 還有自己的藥房和採購部門 當有疫症爆發的時候 裡面的衣冠 還會為大家提供防疫的指導 所以 放心交給我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